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失恋了 但是那我现在已经完全走出来了 所以请大家把单身快乐打在公屏上面 现在有没有很多姐妹想打出一个问号的 你什么时候恋爱的 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偷偷的就是恋爱了 就一直其实没有跟你们分享的原因 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做事情 我是属于那种就是 一定要特别稳的时候才会跟大家说 然后这段感情的话 其实开始的没有多久 就结束了 那现在其实整个已经结束了嘛 所以再回想起来呢 我这段感情就开始的很突然 就开始的很突然 结束的也很突然 在我一脸懵逼的时候 这段感情就已经结束了 那我这个人的性格呢 就属于那种既然就是 对方已经就是消失了 那就消失吧 就永远都不要再出现了 所以我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子 这段感情就结束了猝不及防 那当然我自己也有问题了 因为我是在焦虑啊压力啊 就很多的因素下吧 选择开始了一段感情 对我来说呢 经历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吧 真正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一个月 但是这期间过程就还蛮累的 现在就回想起来 就感觉自己当时 真的是有一点太冲动了 就两个人在进入 就是恋爱阶段之前的 那一段暧昧时期 或者是相互接触的时期的 一些聊天啊什么的 就千万不要把你自己的想法 就驾驭别人身上 就你觉得对方应该怎么想 千万不要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一定是在进入恋爱状态之后 就是两个人会在彼此 更深一层的接触之后呢 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都不会在 你们前妻暴露的 前妻刚开始都是很上头的那种状态 还有就是我觉得 经营感情的这个状态 真的是要双方去投入的 如果有一方下头的话 这个感情就会结束的很快速 所以呢 我自己在经历了一段 失败的感情之后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快速的走出失恋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 很多人会关心的问题 就我不知道现在 进头前的你们有没有 就是正在经历失恋的 一个阶段呢 或者是你们曾经有过 比较失败的一个感情经历的 就如何调整 我们自己的状态 然后快速的走出失恋 一呢 首先就是要证实自己 然后证实自己的一个需求 其实呢 分手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不甘心 就是不甘心对方会这么想我 不甘心我们这段感情就这么结束了 然后不甘心 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 然后很多人就是被不甘心 放不下 所以我怎么说先持 就是会在这个状态里 久久的走不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和自己和解 非常的重要 首先呢 我觉得就是无论你在恋爱 或者不恋爱的时候 你自己的感情 就是包括友情 亲情都是要你经营好的 因为有很多女生 就是我这件事 没朋友 她谈了恋爱之后 恋爱脑的很厉害 就是她会 全身心的投入一个恋爱的状态 而不顾忌就是你之前的一些 比如说友情啊 亲情啊 就是在她的意识里 就只有爱情了 所以当她失恋的时候 就会很痛苦 反正我自己的话 我还是平衡的比较好的 所以我就是分手什么的 我就是都会找朋友去倾诉 然后朋友会安慰我 开导我 就是我们会共同的讨论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然后怎么样这样子 我觉得朋友啊 家人啊 这种就是陪伴和倾诉 真的非常的重要 在我自己的观念里 我就是从来没有把爱情 就是会高于就是亲情啊 或者友情之上 我觉得就是都是一种感情 都是需要去经营 都是需要彼此去付出真心的 就是情感状态不一样 但是一定都是要用心经营的 第二点呢 就是要多做一些 可以转移你注意力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充实自己 就很多人就是刚分手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的消沉 就是做什么都没有兴趣 然后提不起进来 就我很能理解 我这种姐妹跟我形容 她失恋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 就突然间从彩色变成了黑白 但是呢 千万不要让这个状态 一直持续下去 就是投资自己 就让自己变优秀 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 更优秀的人来讲 这段话虽然是一个毒气汤吧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就是你投资自己 然后你充实自己 你变优秀之后 你的眼界就会开阔很多 你接纳或者是你看待事物的 这个角度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你就不会像以前一样 去看待问题了 觉得就是失去一个人之后 天就他了 千万不要因为另外一个人 放弃自己 然后放弃自己的生活 放弃自己 本应该拥有的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对我自己特别有用的 就是旅行 就我不光是失恋啊 我就是遇见什么问题 或者我很焦虑 压力大的时候 我经常都喜欢出去旅行 就我觉得旅行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治愈的一个过程 真的你去看一下 世界那么大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自己为了这点事情 然后纠结成这样 很不值得 所以经过这段感情之后呢 我自己也有做了反思 就是我自己肯定是有很多问题的 那对方的话呢 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那段感情出问题 肯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的 所以就也不要就是 去为了怪自己 或者是怪对方怎么样 因为其实很多事情 在你们两个进入恋爱状态之前 就已经是有一点点的征兆了 但是呢 像我就之前会就是 刻意的去有侥幸心理 就觉得去忽视这个问题 后来发现 其实忽视的那个问题 是真的存在的 那很多姐妹 肯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吧 我觉得你们 是有的时候上头的时候 就会看不见 对方身上的一些缺点 然后直到在一起之后 这些缺点真的会暴露的时候 就真的很窒息 就想结束 其实我经历的一段时间 其实也蛮感谢对方的 毕竟就是这是一段经历嘛 然后也让我成长了 我的感情观还是那样 就是我如果有那种 很认定的人的话 我会来介绍给你们看 好那今天视频呢 就是这样 主要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也算是给你们 有一个交代了 毕竟呢 这个频道也是一直 陪伴着我在成长的 毕竟你们一直陪着 我经历了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也是要跟你们说一下 那这样